这个男人有让你满意的地方吗 没有 羞了呀 有想过呀 但是为了孩子呀 别别别 不用为了孩子 我觉得那样子单亲家庭 孩子的身体发育都不健全呀 对不对 怎么就不健全了呢 心里不健全不健康呀 那要是这个 那个外表可能是长得 都是渐渐看看的呀 对对对对 要不缺少父爱 要不缺少父爱呀 对对对对 他要万一碰到了一个 那那个孩子的思想以后 肯定就很偏激嘛 他万一要碰到了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里面的 有一个人心里就是扭曲的 他不是更倒霉吗 那不如那个人不在吗 不是扭曲 为什么吵这么多家 比如说啊 他刚才说过的嘛 你先别说他说什么 我们俩这道理还没论完嘛 是 就是在家里面 一对夫妻天天争吵 你觉得对孩子好吗 不好呀 我给他说了 我们不要吵架呀 那通常是谁吵呢 通常就是这样子 通常是谁吵 我相信你他这样 他不敢吵 你敢吵吗 他不是吵 他就是那个态度问题 还有就是他那个表情 就是做到一股不 通常在家里谁吵 我说了过后 他要不就不理 要不就是摔东西 那我肯定接受不了啊 摔东西对孩子产生的 心理压力好大呀 是是是 所以我们来看 那个模式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模式啊 我不满意 我说你 说了之后 要不然沉默 因为说不过 要不然实在气愤了 摔东西 他摔了东西 你更气愤 争吵被放大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行他说了 要没孩子 早给你离婚了 早给你休了 这事你知道不 我知道 今天在舞台上的这个妻子 有没有比较接近 生活里的老婆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有时 就现实生活里 也是抱怨会比较多 对 会数落你 对吧 对 行 我再问您几个问题啊 在你的想象当中 你结婚八年 就是你结婚的第一年 你想的 八年之后 或者十年之后 我们家会是什么样子 你憧憬过吗 那个时候 我就想 我们俩犯斗 八年十年 肯定能买一套 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子 所以说才会去创业嘛 还有就想的是 你俩的生活肯定是 我们买了房子 我们可以过 我们想要的生活 然后每一年 孩子放假的时候 我们可以带孩子去 旅旅游呀 然后平常的时候生活 要不就是他 多赚一点钱 然后我也要赚嘛 因为我的性格这么多年 因为做销售 是把我逼出来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 你在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弱肉强死你 你知道吗 销售都是 所以你是个弱者 都是看 到今天为止 你销售也没销售出来 如果你坚守八年的销售 可能你会像曲总一样 大销售那是 是吧 你没有坚持啊 你放弃了呀 而且我听你 每一份工作 都是草草了事啊 这个不说他 我刚才问的是 你对未来的憧憬是什么 你说在结婚的时候 曾经憧憬过 你们需要有一套房子 需要在假期的时候 一家三口可以去休假 先生可以能干一些 多给这个家庭 带来一些收入 我觉得这种憧憬 都没有问题 现在咱们想 有几个指标实现了 一个都没有啊 那你觉得主要原因怪谁 我觉得他做的工作 其实都是不稳定 因为我做的工作也不稳定 我们俩都不稳定 要不就是他 你嫁给他的时候 他有稳定的工作吗 他那个时候还好吧 还稳定呀 做什么工作呀 超市里面送鸡蛋 后来为什么不干了 我们结婚过后 他有小孩了过后 我就换其他工作了 因为他现在 做这个网约车司机 他也是每天 单量也不固定 然后收入也不固定 我就让他去学东西 因为我 他做了多久 网约车司机了 就今年 就今年才做嘛 几个月 二月份开始这个 你知道网约车司机 也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吗 他只有长跑 用心跑 才有可能知道 什么时候哪出单 在哪个地点 能接到更多的单 你了解这一些吗 我知道什么时间 是高峰期啊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跟他说过 因为我也有打车 他也跟我说过 好 我再问你 高峰期在哪啊 为什么有些网约车司机 在高峰期的时候 恰恰不去 最需要车的地方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里堵车 效率最低 研究过吗 你也没研究过呀 你除了抱怨 你还会什么嘛 用两年的时间 让他学一门手艺 什么都不干 行吗 不行啊 肯定不行啊 为啥 我让他去学那个 好 接着我还要问 接着我还要问 他只用半年 他都不去了 两个月时间 我让他去学 他都不去 我当时说了 因为你老在瞎指挥 你这么抱怨 这个家庭 你可以离开吗 你带着这么大的怨气 这个家怎么往前走了 家人都听你的话吧 没有 我爸我妈还随时说我的 你还想让你爸 你妈听你的 没有啊 随时就说我呀 我爸总感觉 别人家的孩子都挺有出去的 总感觉养了我都没有出去 这是你爸的问题 在他看来就是 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就那么懂事 然后感觉我就没有 别人有本事吧 别人找了老公也挺能干的 我找了老公 我们俩随时都开支 感觉就除了用的 就没有多的 就这样嘛 想给他们 你在生活里面 除了抱怨之外 我没有结婚之前啊 我每年还要给我爸妈 他们买东西 买衣服 裤子 鞋子 我跟他结了婚过后 就非常的结 结局就没有给他们买了 不是 我想问一句啊 这个老公是谁拿着枪 顶着你的脑袋说 你必须嫁给他 要不然就把你崩了吗 当时没有啊 那个时候因为我的性格嘛 比较急 我感觉他就比较 不着急 比较成为嘛 我就觉得我们俩 性格挺合得来的 话而言之 这是你自己看上的对吧 我当时觉得性格合得来嘛 那现在性格合不合得来 现在就是不合啊 就是因为同步了 现在性格不是还是合得来嘛 你还是那么急 他还是那么慢嘛 就是同步了 凭我说的啥 他根本就理解不了 有些时候 不是 你说的我也理解不了 在生活里除了抱怨之外 你觉得你现在生活 还有什么好的地方吗 有啊 说说好的 每一次反正过节日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我婆婆爷爷还有我爸妈 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起吃饭 那个时候 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一家人都会在 我是一个就特别注重 家庭温暖的人嘛 因为我觉得从小 我就感觉爸爸妈妈 没有给我多少的爱 然后我嫁给老公 也没有什么爱 然后我每天出去上班 也挺辛苦的回到家 我跟他说啥 他也理解不了我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 他晚上说叫老打呼噜 然后有些时候 给我吵的 我说的是美好的 我说的是美好的啊 说美好 说美好 有吗 我想不吵 你老婆这样 你还喜欢吗 喜欢 我肯定喜欢她 不然的话 我就我也不会跟她来这里了 就是想让老师调解一下 你还想跟她过吗 行啊 那你跟她过 在一起过累吗 心里真的很累 回到家 我都不知道 有时候怎么说话 有时候稍微不注意 一说一话 就把她惹生气了 你怕她吗 她是有点怕 这老公多可爱啊 你要换一个 其他性格的先生 可能就不这样了 也许她的这种 你眼中的一事无成 你眼中的能力不足 你眼中的不够浪漫 恰恰是你们这个婚姻 最稳定的一部分东西 我就给您提一个要求好吗 先把您脑海当中的 好多好多的想法 先放下来 先清空 然后你多听听 老师们怎么说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爸妈不爱 老公不疼 是老天对你不公平是吗 命运对你不公平是吗 所有的凄惨 和生活的不如意 都是您自己造就的 跟你过日子呀 真难啊 生活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特别地难 你的心里面想象的 那些的生活的样子 和对生活的憧憬 你得自己努力去够啊 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 都架在别人身上 你只相信 你认为的是对的 别人说的 或者别人做的 什么都是不对的 然后只要是不对的 您就开始抱怨 这个不对 是不符合你 吸正多逻辑 除了抱怨 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 我也不会想去怎么改变 我告诉你 生活越抱怨越糟糕 你的先生 你的老公 从和你结婚那一天 开始到现在 你对他有过认可吗 对他有过满意吗 有说过看到过他的不容易吗 你每天说你出去碰壁 他每天在外面开车 你有体谅过他的不容易吗 你要让他学习 让他看书 他学不进去 看不进去 我觉得他给孩子做的 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 爸爸开着车 能够早上送你 晚上接你 也是今年他接啊 你看 去年还是我接啊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就要说了 去年都是我接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 看不到别人的改变 认可不了别人的改变 我知道错了 我认错了 我改了 不行 你错就不行 你不允许别人成长吗 拜托别人成长了之后 求您给他一点肯定可以吗 你一直在打压他 打压他为了证明什么呀 他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是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人家最难能可贵的是 老婆说了我做的不对 我就改 我改了也不行吗 我改了还得不到你一句好听的 还得不到你的表扬 那我改了干嘛呀 我还像以前那样 反正到头来都是唠叨啊 把老婆的话当耳旁风的男人多了去了 所以这就是你身上最大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抱怨 第二个问题 别人改了也不对 怎么样是对的 所以您要是不满意呀 就赶快趁早离了分了 您去找属于您想要的那种生活 您不是说一个人过日子挺好的吗 那您一个人去过吧 谢谢 我说一句比较残酷的话 一个人过怎样的生活 是因为他的能力 只配过这样的生活 你们这八年的时间 尝试了很多 但是你们所做的任何一次创业 任何一个行业 你学习过多少 钻研过多少 只不过是尝试一下 三个月发现 哎呦竟然不挣钱 算了赶紧不干了 然后又干一个 又干俩月说 竟然还不挣钱算了吧 你说你让你老公说 学什么餐饮 学什么甜点 他一个开网约车的 他之前学过这些吗 你只要看着人家那个挣钱的 你就让你老公去学了 然后发配到说 你一过学 学俩月 回来之后也给我开个店 这不可能不现实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非常深的 在这个行业当中的知识的积累 和行业背景的这种学习的话 他就算是草草上马一个店 他也挣不到钱的 而且有可能把你们家里的钱赔得更多 目前在你们这个年纪 然后想要赚到更多的钱 需要的是积累 那这个积累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自身的职业技能的积累 其实你们两个人 现在目前干的这个工作啊 我觉得很难让这个收入翻翻 为啥你们干的都是特别特别初级的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活 你老公开网约车 他只能说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 以前工作八小时 现在工作十二个小时 有可能他的收入会提高 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 保险销售 电话销售 只能不断地去打电话 然后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 有可能我的业绩 能够提升一点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如果你们家庭当中 想要赚钱 想要改善经济状况的话 你不学点东西 不学点别人取代不了的东西 你是不可能赚到钱的呀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 职业技能提升的一方面 您是一个电话销售 您连对方的话都听不明白 你想 你怎么可能卖得出去更多的东西呢 学会沟通好吗 姑娘 接受一个老销售和小销售的沟通 听得进去吗 我还没说呢 你为什么就表示听进去呢 为什么他说了那么多的话 你都充耳不闻 你为什么呀 我说你是老销售呀 对呀 所以我抓住你的点呀 也许他是个老骗子的 他没看过销售的 对不对 你看啊 为什么你愿意听 就是因为我说的是你感兴趣的 但是我教你的不是销售技巧 我教你的是 怎么做一个真真正正快乐的人 你不快乐 你充满了焦虑 你要去和所有人对比 来证明我过得好 所以以这个逻辑来推导的话 你是不可能去离婚的 你再痛苦你也在里头熬 为什么呀 我怎么可能离婚呢 那会是不幸福的 所以你不可能离 也就不要把离婚这两个字 挂在嘴头上 你最大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你不接纳自己 你所有的成长经理都告诉你说 我是不被别人认可的 所以你也不认可自己 你从小就是被你的父母在说 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好 现在你通过对比说 别人的老公怎么怎么好 你受到了自己父母对你的伤害 现在同时你把你受到伤害 转嫁给你的老公这个男人 为什么 因为你选择他有一个本质 就是说他听话 他性格好 无限当中 其实就是你再选一个听话的人 来承受你情绪的宣泄 所以啊 你要先学会怎么接纳自己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学历 你为什么不横向比较呢 同样的人过的日子比你们强吗 不一定啊 但你偏偏要比那些 可能起点 可能曾经比你更努力的那些人 现在获得的生活 所以你的心态是扭曲的 所以你会焦虑 所以会痛苦 焦虑痛苦都来自于你的对比 不要去比较了 当你接受了自己现状的时候 你就会放松下 你的老公现在经历的 就是你从小到大经历的 你老公现在还没崩溃 因为他是成年人 而你是在从一个小孩 内心脆弱不堪的时候 就一直是在被预言进行挑剔 指责批评 你的父母没有在你的身上 找到可以赞赏的东西 你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认可过 你有一丁点的好和能力 所以你一边极度自卑 一边又想好给他们看 你说你喜欢过节 但是你没有讲 里头有一个原因 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 因为在节日的那一天 大家都会不谋而合的 不说不吉祥的东西 大家也都会在过节的那一天 自觉地闭嘴不争吵 大家要在过节的时候 说吉利话 大家要在那个时候 一起说说笑笑 你从小就喜欢过节 因为只有节日的时候 父母会不再挑剔指责你 你也只有在那个时候 觉得家是温暖的 是放松的 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 其实就能知道 你们家挺好的 你都这样了 你老公居然还爱你 你都这样了 你老公没有以性格不合 脾气暴躁为理由 提出离婚 我跟你简而言之吧 请记住 第一 涵养德行 第二 停止抱怨 第三 如果受过伤害 请不要拿他 去伤害你身边的人 受过伤不是你 挥起鞭子 抽向别人的理由 反而要因为自己的经历 对周围人 要有共情的心理 第四 知足 常乐 说你 你媳妇 基本是无药可救的 但是你 确实是可以调整的 你的调整在哪 还真的不是在家里 你的调整可能 还真的是工作 关于工作上 你可能会说 我是没有一技之长啊 我也是怎么样 你正好跟媳妇相反 她的身上就是大写了三个字 不认命 你身上就是大写了两个字 就是认命 但是事实上 没有技术又该怎么样呢 眼前的这一份工作 就真的做不出色了吗 即使是再平凡不过的工作 我们做熟了 我们动了脑子了 我们在里头能够找到 自己所擅长的 并且把它发挥进去了 一定会有一个出头的地方 它不在于不停地跳换职业 它可能就在于 你在自己的职业上 你是敷衍了事 还是真的热忱工作 你需要改的就是 在工作里头请你热忱 其实对于她来讲 她真的应该把她 三份工作停停 她做一份就够了 这样她才能够 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孩子 孩子的成长过程里头 母亲的缺席 其实是挺可怜的 而对于你 如果在家里头 在孩子面前 总以可怜虫窝囊鬼 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 不利于孩子的内心健康 所以哪怕是为了自己 或者是为了孩子 也请你在工作上热忱起来 在家庭生活上 我不认为你有什么需要改的 一个老实人被语言 顶到了那个时候 吵也吵不过 停也停不下来 真是忍无可忍 摔了东西 希望用这个方法 当一个休止符 当一个句号 表达了一下我的愤怒 我真不觉得这有什么 它真的是好涵养 没有把这一摔或者是这一拳头 呼到其他地方去 你已经做出表率了 早上在接送孩子 他虽然口里说 去年是谁接的 但是你怎么不说 你孩子今年才七岁 学都没上几年呢 小伙子 你是他最大的福气 这是他目前人生里头 你是他找到的最好的人 也是他最成功的选择 他可能意识不到 我们在台上可能纠正不了他 但是希望你能够引导好你的孩子 做好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知足常乐 不要心怀怨寸 好吧 您有一句话说的 半对半不对 你说离异的家庭孩子是有伤害的 是有 但是在一个形态健全的家庭里面 如果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 叫母亲 如果出了问题 那个对孩子的伤害是最大的 你知道吗 你笑的时候 你们家就是晴空万里 你天天这么丧着脸的时候 你们家就是乌云云云云 你现在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 那有些人他就是没读书嘛 我们提倡全民阅读嘛 他到了一个年龄 他读不进去书的时候 他怎么办 一天累了嘛 他回家了嘛 你要让孩子看到他辛苦的状态 你要给他认可呀 要不然你的儿子完了 我们其实就是为了那个小孩子 今天完全是看在那个七岁小孩子的面子上 跟您在对话 因为我知道这个婚姻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你太固执了 我们说的这些你压根就没听进去 说句实话 通常的一个网约车司机要开一年 单量能跑起来 半年能跑好的 那就是特别下心的 你看看你干的事有一件是踏实的嘛 所以在这儿啊就是我们跟电视机前的 我觉得跟就是和更多的女性朋友说几句啊 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就大家说什么是聪明的女人 要求自己 要求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是女性的最聪明 你只有自己好了 你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 你也才知道你配什么样的男人 话而言之你跟什么样的男人相配 人家都说好妻子是一所好学校 那么请问 你这位老师当得怎么样啊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三》 老婆 其实说实话 我们这八年来 你说我对你有感情吗 谁说我不爱你不关心你 其实我真的爱你不关心你 只是有时候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老公 想得那么坏 说真的 我真的希望我们生活简简单单 幸福快乐走下去 把小孩把儿子带大 让他有本事 其实你以为每次是我想跟你吵吗 我都觉得很多时候你都不理解我 所以我才会说个事情给你 说的说的 我看到你那个态度 我就生气 才会跟你吵架的 我肯定也不希望跟你吵架 其实有时候我的态度 根本就不是生气 但是你就是看见我就生气了 我就没那个意思 我真的有时候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互相体验一下 有时候多 多范围思考一下 很有威胁感 就是这样子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谢谢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